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才到车行放炮 根据警方调查 25日晚间共有8人 分成4部机车到9夜车行 其中3人手持鞭炮朝店内释放 其余人员则是在场住室 初步估计 除了毁损店外花盆 店内一台BMW 及宾市大G车体部分烤漆受损 需花约10多万元修复 警方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漏夜追查 并将安信主贤等8人全数逮捕归案 安信主贤向警方供称 约两个月前到Joman车行询问购买细节 但因车行所贩售的厂牌大多是 双币或超跑等外汇 二手车 而安南本身无业 业务告知他 无业贷款无法过见 安南认为自己遭到业务奚落 心有不甘 于是于25日晚间伙同有人前往放炮 全案训后依防害秩序 恐吓及回孙等最嫌 韩颂新北地剪辑少年法庭续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